大家好,我是SSY读书嫂,我虽读书嫂,你可别骗我 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场好方All Star第三届的比赛 对阵双方是左下方的紫色精灵,Licker 右上方的是亡灵,Hopestar 最近也是WCA的比赛也是已经完,已经结束了 然后小祖赛的视频的Rip也是陆续的放在了RN上 小Y和乔林也是在持续的更新,这些视频也是会持续的更新到网站里面 也是希望各位玩家可以到我的网站里面,然后进行观看视频 然后看这边一个立刻的开局,比亚种在了这边的533点位处 待会这边可以直接炼掉这两个小点 如果是英雄可以直接到达两级,看Licker的首发英雄 第二期 这边Hopestar是没有点,没有出,英雄是点慢了 明显比这边Licker的英雄是稳出了大概10多秒 而双方的探路农民也是在中间相遇 在这个AMD图上的话 这个亡灵的DK肯定是要越早越好 因为肯定要阻止这边的暗夜精灵链击 一个AC出来 这个图还有一个打法是直接派出一些小狗 小狗的话可以在这边就说派精灵或者派这边的AC也是可以的 好,现在这边的尸身也是将远处的一个小点的怪拉到了这边 然后这个BR的压力会大一点 但是如果DK不到的话 这个BR的压力都不会特别大 AC套着练盾再烫这边的5级5级的巫师便捷者 这已经烫掉了一半的血 DK也是看到骚扰无望 然后也是自己练起了急 托出了三只小狗 看不前为止的话 这边后不是它是狗流啊 狗流待会要 估计是要强冲这边 这边立刻一波 立刻的精灵也是挂的比较远 四处都有挂精灵 侦查这边的亡灵是否有其他链击的一个动向 超远程的一个抽篮 DK现在要归宿在家里 又要被出发者 赶紧往回走 现在双 HOPESTA是刚升级二本 看这边立刻有没有升本 立刻也是升本也是会快一些 然后BR也是爬回家 坐下来 一个DH是把这边 HOPESTA所有的部队都拖在家里 这样的话 对于素生本的暗夜来说 是非常的赚的 然后天黑了 跑到这边来买一个鞋子 单船有没有 只买了一双鞋子 然后满地图的精灵也是完全能够看到 HOPESTA的一个动向 HOPESTA这一波拖出了六只狗 加上两个骷髅棒 路上如果再拦截一些一些小动物 这时候不应该和这边 这边的立刻跌起这么耗了 应该直接去对方家里直接拔月亮景 一个也是家中摆下了商店 但是这个这个BR是一直没坐下 这站起来不好打这样 要围围这边的DHDH走 有鞋子 围起来比较难 哦分了三个小狗拍这边 要不要一把粉 一把粉撒到了这边的AC AC是喝了一口水 然后所有的三只小狗 三只小狗在巴这边的商店 三只小狗在近距离与这边的AC肉搏 一只小狗倒掉 这个AC非常坚挺啊 又一只小狗倒掉 两只小狗没有换来一个AC 刚才只是打爆了一个商店 然后又在这边HOPESTA的面前 直接摆下另一个商店 然后用精灵 这边立刻是用精灵买出了二英雄熊帽 这一波HOPESTA非常的亏啊 没有杀死对方任何的一个单位 然后自己的小狗也是倒的差不多了 刚才是拖出了六个小狗 现在这只小狗肯定是要被追死 然后现在这边还有三只小狗 死伤非常的惨重 HOPESTA二本是摆下了地血 摆下了坟场 看来小狗不好打着 不好操作 面对 面对有蓝的暗夜 再加上现在熊猫又来了 这些小狗 已经在后期是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了 只有在家中伐木 才是它最终的归宿 这只BR也是 四处爬 就没有坐下过 商店再一次补下 HOPESTA的上一波骚扰 仅仅只是打退了对方的两次商店 其余没占到任何便宜 而送掉了至少四只狗 这边熊猫加上DH 双英雄也是持续的把HOPESTA压在家中 不让其出去练及 刚才是补下了 又补下了一个BC 双BC暴天鬼 但是这边小鹿也快出来了 天鬼确实有用吗 双知识古术也已经摆下 现在HOPESTA是必须找地方练集啊 这样耗下去的话 打这边的暗夜不太好打 这个AC非常的坚挺 全程只有一个AC 现在是黑夜 马上还能隐身 小鹿解数了一下这边的天鬼 天鬼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偷一下这边的农民 偷一下这边的小精灵 现在两只天鬼也翻不起多大的浪啊 看这边暗夜 暗夜现在三本还没开始生 补了一些精灵 又过来两只天鬼 下牺牲深渊 这是直接天鬼到底了吗 牺牲深渊补下的话 难道是天鬼加冰龙 面对有小鹿加AC防守的话 这边天鬼也是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要不要喷一口 喷一口 喷一口喷了一个天鬼 拿到这个天鬼的经验 这把后不是他非常的 非常的惨 没念到急 然后骚扰又没赚到任何的便宜 天鬼现在四处的 扫一下地图上的外挂精灵 外挂小精灵开外挂了 现在是五只天鬼五只天鬼 只要一见到小精灵小精灵必须只保 不然就是经验 后是他也没有二发英雄 直接 单DK 现在既然既然已经快三本了 DK必须去练集 单英雄的话三本练集 经验加成非常的高 又是一个骷髅 赶快往里面赚 又是经验 直接送这边的DH到到了三级 DH纯粹只是杀狗杀骷髅 就直接杀到了三级 从二级杀到三级 并且这边的熊猫还拿到一些经验 天鬼也是把地图上外挂的精灵也是少的差不多了 天地鬼的打法 非常的复古啊 然后再出了一个 加雪车 出了一个阴影 也是跟着暗夜所有的大部队 一波天鬼准备去暗夜家中骚扰 暗夜家中现在就留守了一只小鹿 天鬼可以将这只小鹿骑射掉 或不是他练集非常的猥琐啊 不敢练 怕被抓啊 现在他是看到了暗夜的所有的部队 现在想一波扑过来 然后DH 直接当着这边DK的面是直接抽了一下 然后一只AC应该是倒下 这边是这边小狗是被这边的野怪扒着啊 所有的小狗准备围杀这边的熊猫熊猫被围住一个保存回家 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加雪车赶快过来加雪啊 被卡住了这边后不是他应该是没意识到 没看到自己的车子是被卡住了 这个时候加雪车对这边的小狗加加天鬼的组合回复非常的爽 赶快把这块木伐开 六只狗伐木非常的快 这把你可练集的话是练得风生水起 熊猫两级多 现在DH不持经验 经验全部让给熊猫 让熊猫到山 两级的火非常的 两级的火对这边的天地双轨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这个时候DK应该去控一下群补 对现在已经买了一张 双英雄 二英雄已经再出了 还是力气 矿脸现在不敢练 他不知道对方 他不知道暗夜现在在干什么 熊猫也是顺利的到达了三级 又是一波抓过来 这一波 这一波不是非常的猛 直接先点掉这边的小路 哎 刚才是想想躲一把火 没想到这边熊猫是没拍 然后车子拉着所有的单位往回走一下 这边拆 一个 一个假的一个熊猫追在这边 王林的部队四处逃窜 刚才一波交战是带走了一只小鹿 小转一点 现在暗夜所有的部队都是处于不死族的监控之下 因为有这边的一个阴影 熊已经在升大师级了 但是肉熊一个都还没出来 继续补在AC 就是为了防对方的一个天鬼 但是这些对狗的话 只能靠小鹿的减速来打 还有熊猫的火 狗一旦近身 这些小鹿和AC是非常的脆 看这边布什是空到几张团补 现在来说只有一张 带球的力气 现在又是一波正面缸 这边车子比较靠前 然后DH是带球 是先打这边的天鬼 天鬼在这边 天鬼也是奇秒这边的一个小鹿 倒下了一只小鹿被保存回家 所有的天鬼都已经 诶一个天鬼坐下来 是直接围住了这边熊猫 但是熊猫没喷 刚才只是为了躲熊猫的火 然后继续杀下 所有的这些天鬼数量非常的多 秒这边的 秒这边的小鹿也是非常的快 天鬼可以利用地形的优势 飞到就是说 飞到视野上空 让这边暗夜是打不着 这个又一只天鬼倒掉 损失也是非常的惨重啊 这边不十足 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暗夜是把一些 现在来说 AC其实用处不是非常的大了 AC依然在出 升级了这边的一个攻击力 持续出的小鹿加AC 天地鬼 天地鬼再次回复好 现在是没有车子 另外一部车子也是到来 这把尼克尼斯练了非常多的急 第二期也是快到了四季 又是一波抓过来 再把第二期是果断选择的回程 临走之前没有减 没有减走这个无敌 这个会不会是流转最后占据的一个关键性道具 一个大无敌是给了这边的DK DK表示很爽 再练一下急的话 DK就到达了四级 踩着二级的光环跑得飞起 现在立刻是纯AC加小鹿的一个部队 这个部队也是非常吃团补的 有团补必控 现在是双英雄 带着三个无敌 一个车子也是补这边的天地双轨补的非常爽 这边小点也可以练一下 再小的芝麻也是肉 这个小点练一下的话 这边DK就可以到达四节 双光环的话 打起来非常的猛 又是一波晋升 这边小狗应该已经升级了狂暴 跑得非常的快 然后所有 所有天鬼坐下来 是为了防止一波喷火 但是刚才已经喷过了 然后所有的天鬼是先点这边的小鹿 两轮骑射是能带走一只小鹿 配合这边力气的一个辅球效果 然后现在小鹿已经倒得只剩下最后一只 现在地面上的小狗也是损失殆尽 还剩下两只 非常的残 但是这边 王岭明显明显现在所剩兵力 比这边 暗夜要多一些 然后残血的天 残血的天鬼全部往外跑 现在地面上全 还剩下两只小狗 刚才是过来一只 熊魔士追着这边的车子不放 地面现在双英雄 单挑双英雄 刚才也是往回拉走了几只小鹿 加上AC 所有的单位需要再回家补给一下 这个时候 这回复非常的快啊 所有的天鬼已经坐下来了 这个时候 UD应该去控一下这边的团补 从头到尾这边的力可练击的节奏都是抓得非常的紧 再这样练下去 DH可以到达五级 有没有机会到六呢 我们期待一下 其实对地图上可练点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亡灵又抓过来 这一波 现在 现在已经是 熊猫已经到达了四级 两级九屋的加上两级的喷火 那这边亡灵非常难受 冰龙现在 是出了冰龙 冰龙的话 很明显对方是 一个AC加 小鹿的一个组合 对方先 刚才他是完全没有看到对方有熊的情况下 是出了一只冰龙 非常的大胆 冰龙的话 面对小鹿加AC的组合 其实不是特别的好 AC加小鹿打的就是冰龙 王林继续练击 这时候王林敢不敢开 偷一个分框 这种拼后期的话 没有经济支持 是肯定不好打的 抓到这边王林的一个链级 先秒这边的熊 要不要保存 这只熊必须保存 直接一口 冰龙再有喷 喷死 刚才是完美的躲掉了 躲掉了这边 熊猫的一个喷火 非常的漂亮 所有的小鹿加AC点 点掉了这边的冰龙 刚才是没有留掉 谁来救冰龙 但是现在面面对这么多远程的穿测火力 这边的天鬼是完全扛不住 只能往回拉 这场打的也是非常的久 非常胶爪 关键是这边 Hopestar是天地鬼的话 打这边的AC加小鹿也是 比较难打 关键是地面的小狗 又被对方的熊猫所克制 整场的局势都被这边立刻带着走 看一下接下来Hopestar怎么应对 还有一些小点 其实这边Hopestar是没有练的 又触动了一波天鬼 这波天鬼应该也是去地图上扫一下 闪落在外的一些小精灵 忙傻了一下 这边熊猫 但是没有 对面是没有 没有阴影了现在 没有阴影 再等一下一个冰龙 现在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人口 这个时候 Hopestar49 卡了一下人口 现在正在爆 在这边 立刻 加东是补下了一个BP 先点BP吧 少年 点BP也不行 这么多精灵是围着这个BP在修 熊猫过来 超远距离喷了一下 也是喷死了刚才被BP点得非常残的一个天鬼 尼克侦察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一个小精灵是跑到了对方分框处 现在还是一个小路加 小路加AC的一个组合 面对这种情况下 这个熊其实他只是一个贴药膏的一个作用 贴返导环童的一个作用 因为对方现在是没有驱散嘛 没有毁灭 贴上一个烦恼环童 让这边DH是肉到不行 DH是 现在所有的部队就只有熊猫 加一个肉熊 加DH是近战单位 他居然这个吸血攻环是没卖 看来是要打造一个奥特曼 这时候双方都没有开开双方的双控的意图 地图上的脸也脸也是练的差不多 还有两个大红点 大红点的话双方现在都是不敢练 好最后一波团战 这边Hobestar也是继续在抱着人口 现在他的人口已经 60 已经是满了 这边Hobestar人口已经60满了 看这边立刻67 明显这边 你可是要多7个的人口 也就是如果再补一些兵过来 就是足足比这边Hobestar是多10个人口 继续再抱兵 由于这把是没有OB视角 看双方的一个兵力的话 直接卖掉了 砸锅卖铁直接干一波啊这是 封矿已经爆掉了直接卖掉 什么都卖掉了 这边Hobestar是 现在正在卖基地 Hobestar是 这次卖完之后他是要干什么呢 卖完之后是要买道具吗 直接干一波 现在是60人口打70人口 首先一个NC想秒掉这边的熊 熊是刚才是没贴出药膏 是往回走了 刚才这个是点起了一个群房 然后又吃掉了一只群补 然后所有的单位在秒这边的DHDH先是顶出了无敌 这边熊是赶紧要跑过来加一下血这边 熊猫非常的猛啊 5级的熊猫又是一个加血 现在这个熊猫硬到不行 赶紧往回走 这个加血非常的猛 刚才应该是吃掉了一个血瓶 那所有的远程部队是点这边的力气力气被杀掉 这边霍布斯塔是打出了击击 恭喜利克斯拿下本场比赛 整整场比赛 利克都是牵着这边霍布斯塔的鼻子在走 然后霍布斯塔也是被动的应对一些 做出了一些措施 最后也是不敌这边的利克 输掉了这次比 这场比赛 也是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SSY读书掃 更多赛斯视频 请关注3w.读书掃.com 谢谢大家观看